字幕志愿者 杨杰络 各位好,这次给各位介绍MI909T的功能设定 首先我们把电源打开 再来我们要按飞梭的中间按键 第二个设定功能 我们这边会呈现一个就是User Frequency 就是我们自己来设定我们要用的频率 也是一样我们只要按中间这个键 它就会进入User Frequency 那我们再按一次中间键 它会在前面的512这个地方 它会呈现黑色 那我们要改变 我们也是用飞缩这个旋钮 往上旋转它就增加了 往下它就减少了 反正每转一格就是会增加一个MHz 那我们假设我们现在调成是514好了 那我们要接下来要更改后面的另外三个数字 我们再按一下 它会跳到后面 我们后面的三个数字 也是用飞缩的这个旋钮 我们每转一格往上转 就是增加25KHz 我们往下转 它就会是减少25KHz 那我们假设已经肯定 我们现在说采用的514MHz 再按一次 它会跳出这个设定 也就是我们完成的User Frequency 就是我们制定的频率设定 我们同时这个视频 我们下转的概念 我们下转的视频